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不寻常现象频繁出现 促使习近平尽快抓江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现象 比方说一方面江派不断的捣乱 用各种高级黑的方式 或者说捧杀习近平的方式来抹黑习近平 另外还有一封所谓要习近平下台的这么一封公开信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习正营也是在不断的加快 打江的节奏和步伐 比方说对中宣部的巡视和大清洗已经开始 另外在两会期间和两会后 有十多名江派的官员落马 而且习正营也发出了密集打江的信号 那么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密集出现 在这个时候密集出现 说明了什么意义何在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我觉得这些现象密集出现 说明了江派集团的死期已到 他们预感到自己末日来临 所以采取这种狗鸡跳枪 随时挣扎这种动作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这一方面我们如果按照习近平 现在的打江的部署和路数来看 习近平现在不断的拿下重要的领域 比方说军队 武警 政法 金融和宣传 不断的缩小 包围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 马上就要下一步就是要动上海 和直接抓捕江泽民 郑庆红 江泽民 郑庆红他们的死期会很快 这是一种路数 第二个路数呢 实际上如果说到了十九大 假设十九大能开的话 那么现在江泽民安排在常委会的 三个江派死党都要下去 而且现在十九大筹备小组的五个小组 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人 也就是说到十九大以后 那么江泽民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势力 在这个常委会当中 习近平的人占了全部或者是绝大多数 所以对江派来说也是死路一条 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江派都是死路一条 因此对江派来说 要么就是等死 要么就是找死或者作死 我觉得他们现在采取的方法 就这种密集的捣乱的方式 实际上是找死或者作死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是一种漠视心态的表现 也就是江派他们知道 他们所能够苟延残喘的这个时间已经不多了 习近平的包围圈在不断的缩小 而且随时能够随时可以抓江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寻找这种苟迹跳箱 垂死挣扎 作死找死的方式 那么这是一种这个异常现象 出现了一种一个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 这些现象出现 我觉得同时说明江派受到重创 他们能够起作用的这个领域啊 这个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小 是吧 处于绝对的劣势 是这些虾兵血匠 这些小小裸裸起不了什么风了 所以说呢 这也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江派的节节败退 在重要的领域实质性领域 比方说这个军队 政法 金融 宣传 等 他们都都已经失手了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哈 他们即使能够在现在的所谓的宣传系统当中的某些部门或者个别人 还在富裕顽抗 这已经是不起什么作用了 是吧 这个不能够从根本上来扭转这个这个局势 东山再起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从这个舆论这个方面来讲 他们能够掌握一些捣乱的资源 但是呢 也不能从实质上进行翻版 这是一个原因 是吧 改变不了这个实质性的劣势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哈 从刘云山捣乱的手法来看 我觉得他们的能力也非常弱了 为什么 刘云山 掌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宣传部门的这个某些某些人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捣乱 这本身就是说他们不能够从正面来进行这个攻击 这个能力就没有了 是吧 是非常弱的 是吧 只能搞一些偷鸡摸狗的小动作 比方说用这种捧杀习近平的方式 是吧 来抹黑习近平 来删改习近平的讲话 或者说呢 这个把习近平引之极端 给他戴上左的帽子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阴暗的说法 这恰恰说明江派现在处于这种弱势 是吧 已经大势已去 已经根本就不行了 是吧 能力非常弱 这是这个所谓这个密集 这个事态出现的这个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我觉得 这个江派进行这个密集的反扑 这个动作有几个提示 第一个提示 就是江派这种密集的反扑 是吧 反而会促使习近平尽快加速打江的步伐 因为从这封这个公开信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 这封公开信来看 是吧 这个 是江派的一些闲闪人员 在海内的 这个海外的或者是国内的 他们这个所谓串通起来 勾结起来 来做这件事情 出口转内销 但是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一方面说明 他们已经不能够从这个重要的领域里面发起攻击 这也另外也说明 正好给习近平提供了一个机会 就是什么 就是说习近平就顺腾摸瓜 就是按照这个线索 把他们一网打进 是吧 这个就 对习近平来说 我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是吧 另外的话 我觉得啊 如果说按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的话 最快 我说最快 在十九大前 就可以 可能 根本解决江泽民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 我觉得啊 就是江派缠于势力 之所以能够存从欲动 还能进行所谓的各种捣乱的话 我觉得 是因为 郑金红江泽民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被公开的抓捕 所以这些人呢 存在侥幸的心理 觉得可能还会 东参再起啊 或者江派还有某种能力 等等 是吧 但一旦 直接抓捕郑金红江泽民以后 江派我觉得会 全线的崩溃 是吧 各种捣乱的现象 会平息下去 所以呢 直接抓捕郑金红江泽民 是上上车 这是这个 这些密集行动 所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提示 第三个提示 就是习近平的反腹打江 实际上是符合 这个民意和天意的 所以说习近平能够一路 有惊无险 是吧 化先为一 走到今天 那么习近平 我想和 其他习正营的人都知道 现在的民意是什么 就是抓捕江泽民 审判江泽民 对江泽民 正式进行法律上的立案 是吧 只要习近平走这条路 继续走下去的话 我觉得啊 就一个是能够最大程度的 掌握民意 是吧 另外一个 能够尽早的结束民众的苦难 能够胜当正义 是吧 这个是第三个提示 我觉得最后一个提示 是吧 也是第四个提示 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习近平是在跟时间赛跑 是吧 习近平目前是利用 中共的体制和资源 在清理江泽民犯罪集团 这当然是 现在可以做的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江派也是千方百计的 想把习近平 跟目前中共的体制 中共这个制度的 困绑在一起 是吧 想把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往习近平身上 这个来推 来嫁祸习近平 所以呢 这个利用 习近平利用中共体制 大江的时间 拖得越长 他身上所背负的 这个包袱 我觉得也会越大 是吧 对江派可以利用各种机会 来进行捣乱 对习近平是不利的 那中国有句话 叫该出手时 就出手 我觉得习近平 这个就应该尽快的抓捕江泽民 和郑庆红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